2016总统大选就要到了 不过国民党的人选还没有定 党内是弥漫着蓝色忧郁 国民党的前副主席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接受了联合报专访的时候 就高分被喊话说继续表态拖延 会让支持者泄气 洪秀柱就说了想参选人 最迟四月底之前要宣布 如果没有人愿意表态 国民党就等死吧 他昨天呼吁党内有志之士 赶快挺身而出承担责任 至于朱王吴谁是最佳的人选呢 洪秀柱就说就要交给选民决定 但是国民党必须找出最有战力的人选